当你收到自称大陆男星肖战的脸书私讯 说是随机抽出时间来感谢粉丝 千万别相信 台中一名60岁夫人 因此跟假肖战互加LINE好友 开始了一个多月的互动后 假肖战要骗钱了 他那帐户被逗截了 对啊 所以他是照片的啊 你有见过面吗 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夫人秀出肖战照片给警察 远景一看立刻说 阿姨 这假的啦 对方想骗你的钱 不想努力了 因为肖战没有官方脸书粉专 只有大陆微博 当然也不会透过脸书 私下跟台湾粉丝互动 同一家邮局时间晚回到一小时 还有一对父子林贵来说 要解除定存 远景询问60多岁的男子 他支支吾吾 讲不出鉴商名字跟鉴案 警察怀疑一定又是遇到诈骗 发现原来男子 结果自称生机园区来电称他取得生机会使用权证 可获利新台币两千万元 但如意变卖需购买一百二十万的骨灰塔 男子未来能快速获利比喻解除儿子的定存 两起诈骗案被同一家邮局行员同一名远警试破 一前一后还只差一个小时 到底要说这是台湾诈骗太猖獗 还是民众太容易被骗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推陈出新 不少假情爱假投资 都是真诈财 TVBS新闻 廖文泰宏 采访台中采访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